我們現在在台南市二分局的民權派出所 可以看到我背後有相當多的白色花束 那麼這些白色花束 其實都是不認識我們殉職的兩位員警 但是很熱心的民眾 或者是很關心這次殺警案議題的民眾 他們因為不捨兩位員警這麼認真執勤 但是卻遭遇被殺害的一個狀況 因此都特地來獻上花束 希望能夠表達對員警人民保母的支持以及尊敬 那麼其實可以透過燒藻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在這幾天都不斷的有民眾是來送花 那麼就是放在這個門口的這個樓梯上 那麼越來越多 那麼花束也越來越壯觀 那麼剛剛燒藻也有這個年輕的民眾 談到這件事情不禁善忍了一下 來看一下燒藻訪問 沒有 就覺得很可憐 怎麼說 就覺得很惋惜對不對 對 就是覺得他們就是保護人民的安全 然後很堅實這樣 就覺得我想要去送花給他們 就至少可以表達一些我們對他們的尊敬這樣 發生這種事其實真的很難過可以說 因為其實對於警察這個執勤的使用槍列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被關注非常多了 但是其實到現在還是有很多就是我們辛苦的警察在執勤的時候 卻沒辦法很合理的去使用這些 而且即便是遇到這麼危險的狀況 他們還要擔心說今天開出的那一槍會不會影響到他們未來 可以聽到有這個民眾他是其實是從高雄特地搭火車就是要來獻花 那麼也有民眾他是認為說這個遠景開槍的時機真的是必須要來做一些改變了 那麼事實上不只是這個不認識他們的民眾 那麼甚至其實有些花束也是殉職的遠景 他們的親友或者是以前警校的這個學弟學妹們 也都是會來這邊獻花或者是寫上一些卡片 來祝福他們能夠一路好走 那麼不只是獻花 那麼也有這個周邊的店家 他們在這幾天也都會送上一些熱食或者是點心 來幫我們民權所的遠景打氣 那麼以上是在台南最新情形時間交換同內直播